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 正常 不认识很正常 很正常 没有什么觉得很正常 不会有OS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不认识的人多了 就很平常 很正常 我不想做佩琪 谁人都认识 我是那种到一个环境 很多艺人 工作人员 我是很爱自我介绍的人 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每一个人一定认识我 我身边的朋友都会比较担心我被打扰 但我都会说不会啦 他们不认识我 然后他们都觉得 你少在那边自以为 我觉得这个心态 在私下的生活也会比较舒服 去个商场 买瓶橙汁 拍照 拍视频下解说 看乌瓶的喝橙汁 喝个橙汁 喝个橙汁喝呗 有一次我们拍戏 然后跟我妈妈差不多年纪大的人 拿手机在拍我们 看到她把手机拿下 哎 你不过如此吗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笑 其实我不太在意人家说什么 认不认识我之类的事情 这挺尴尬的 内心啊 这是 不要看到我 因为其实我是很害羞的一个人 如果我进去一个很多人的房间里面的话 我会希望我是坐在最后一排 这样的时候我比较自在 呵呵 就是我觉得尴尬 不认识就不要说话了 因为会很尴尬 我不可能去强去推销我自己 我就觉得很尴尬 但是私底下我会跟他聊 很低调 不认识我很好很好 我根本就不在意 不认识呢 我干嘛要在意的 我也不认识你啊 你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啊 不认识就不认识咯 我也有很多演员我也不认识 没有这么多OS 想法比较简单 特别想去给他介绍一下自己 我每天都在遇到 不认识我自己的人 我哪那么多内心OS 因为我都基本上跟我妈 跟我朋友出去 千万不要过来超热闹 如果是自己出去了 如果要遇到不认识的 那就无所谓 自己还不够行吗 加油 大家可能经常会在马路上碰到我 对 我可能经常会碰到我不认识 欢迎大家到马路上来见我 他可能不太关注娱乐圈吧 遇到不认识自己的人 内心的OS 真好 太好了 终于有不认识我的人了 重新交个朋友 太好了 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 特别好 这样子的话 还可以过得比较自在一点 我蛮喜欢这样的 我自己有没有被广泛的知道 我觉得不重要 但是角色一定要被大家知道 最好不要认识我 很开心 挺开心的 就挺自在的 就可以做自己 能遇见就是缘 哪怕就匆匆一言 我们注定要见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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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